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大规模改组内阁并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官方长官菅义伟等六名主要阁楼留任 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出任新设的地方创生大臣 自民党内备受关注的干事长一职由谷元真一丹人 在十四内阁改组中安倍启用了多名右翼政客 包括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就慰安妇问题发表错误言论的高市扫描 在慰安妇及领土问题上持右翼立场的山谷惠离子等 分析认为安倍接内阁改组织机安插右翼政客入阁 旨在继续推进接近集体自卫权等右倾政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今天大规模改组内阁 并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官房长官菅义伟等六名主要阁僚留任 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出任新设的地方创生大臣 自民党内备受关注的干事长一职由谷元真一担任 在此次内阁改组中 安倍启用了多名右翼政客 包括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并就慰安妇问题发表错误言论的高市扫描 在慰安妇及领土问题上持右翼立场的商谷惠离子等 分析认为安倍兼内阁改组之机 安插右翼政客入阁 旨在继续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右倾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